大嘴欧 小盖欧卡 有的时候真是会强得莫名其妙 特性降雨 没有盖欧卡的版本 它就是盖欧卡本卡 努力值生命防御 性格大胆 持有物潮湿岩石或者突突头盔 技能暴风急速折返雨漆冲浪或者气象球 宝可梦珠子大师球单打赛季十四 先看对手阵容 单打风妖精第一次遇到 很好奇它的用法 另外有大纽拉 但是没有搭配场地 也是很迷惑了 这局晴天雨天都渴 那么还是顺手用了雨天 公开马和队伍配置详情 进攻参考 对手首发大纽拉 优势队背上啊大嘴欧 付出意外 这应该是一般宝石大纽拉吧 大嘴欧用暴风 是独灵 完全没有想到 大嘴欧的暴风效果绝佳打出了大纽拉的气势 替代 大纽拉轻装特性触发速度翻倍 哎 混乱 大嘴欧急速折返 混乱中的大纽拉用出了科命爪效果 一般没有触发被动 大嘴欧用急速折返带走了大纽拉 并且回到精灵球 那么接下来就交给铝钢侨龙了 什么 对手居然派出风妖精对铝钢侨龙 这肯定会交太精吧 那么铝钢侨龙就不用加农光炮用变光束 我的天 对手风妖精虎视乌华的用出了寄生种子 铝钢侨龙的变光束 天顺发 即使效果不好 也打了风妖精将近半血 风妖精持有物圣范 特性恶作剧之心 铝钢侨龙加农光炮 风妖精第二个技能是守住 折磨回血流 寄生种子配合圣范回血再搭配个守住 风妖精的血量快毁满了 铝钢侨龙继续攻击 我的天 替身 这套路和天蝎王族剃手如出一辙 这样下去很不妙 没想到堂堂铝钢侨龙拿风妖精毫无办法 变光束破开风妖精替身 那么回来吧 铝钢侨龙 接下来就交给大嘴欧了 很好 风妖精用的是守住没有效果 大嘴欧暴风 风妖精还在用寄生种子 大嘴欧的暴风效果绝加 直接秒掉了风妖精 这就是小盖欧卡 强的莫名其妙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是快龙 大嘴欧先用暴风破开鳞片 快龙第一个技能是龙武 这有点难受 大嘴欧暴风破开快龙鳞片 雨停了 鸡生种子恢复快龙血量 保一下大嘴欧开雨天 那么回来吧 大嘴欧上啊 铝钢侨龙 我勒个天 快龙还在龙之舞 这是打算下狠手啊 这局可能走远了 铝钢侨龙流星群 对手藏得很深 还不知道快龙配置 铃射快龙 这倒是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好消息是每一发铃射都能触发铝钢侨龙的持久力 坏消息是如果铃射秒掉铝钢侨龙这局就输了 第四发铃射打了铝钢侨龙十八血量 胜处就看第五发铃射了 完美 铝钢侨龙用一滴血接了下来 反手的流星群成功命中效果绝佳带走了快龙 一滴血的胜利 第四发铃射